大家好,这里是宋叔新宇 今天论文也是非常多 昨天时间上挑选了几篇 今天把我看到的四篇论文都给大家介绍一下 从昨天看到中科院物理所的发文以后 实际上就把这些LK99吃瓜的朋友就引爆了 这些人就分成两极化了 一方面就是有人在谈论 这事结束了 中科院的论文就是棺材板上盖的最后一个钉子 没啥聊的了 另外一个还早子弹还在飞 是吧,什么结束了 是人家早到终点了 人家把工艺都要快研发出来了 是这样结束了吗 所以中科院的论文可以说一时即时千层了 大家开始议论纷纷了 实际上我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美好的期盼 是吧 比如说我吧 这个还算正常 我没有意语,一时无忧 符合一个雄性哺乳动物的基本活法 如果没有美好期盼 我们其实就是个兽 你有了期盼 有了目标 看到了光 你才是人 所以 最近我的观众 观看量也是橘增 那么我的观众朋友 素质都是很高的 可以说综合素质 我就在网民里面绝对是排到前头的 那你想想 能看这些挺枯燥的论文视频 还能提出重很意见 那你走到大街上 恐怕一里为中心方圆上百公里的 恐怕都找不到一个 是吧 所以呢 大家的素质都很高 那么大家吃瓜呢 这个方法要对头 当然对我拍转是没问题的 下面其他的争论就无所谓了 好了 咱们闲话说完 开始今天的论文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第一篇论文 第一篇论文呢 也很有意思啊 呃 它是介绍的 这个应用的啊 这是啊 海洋核电站啊 它的这个海洋核电站 以及周边的电力输送系统 这电塔和电线的这个卫星地图 2015年啊 我是有幸进去过一次海洋核电的一号堆 哎呀 非常壮观啊 那么核电站呢 一个人一辈子可能也进去不过几次 今天的这个论文啊 其实就是讲电力传输的啊 希望大家看到的这个论文的标题 呃 它是呢 讲的是呃 2023年 长温长压超导体的发展 电力系统的愿景和未来趋势啊 那这是一篇的展望性的论文 作者呢 是杨毅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IEE的初级和高级会员 这个IEE是国际电工学会的简称吧 国内应该没有大学叫IEE吧 那这篇论文呢 主要是介绍了一种新发现的室温长压超导体 就是所谓RTAPS啊 咱们简称 Room Temperature Atmospheric Pressure Superconductor啊 这LK99 以及它对现代电力系统的影响和应用 那它探讨了呢 RTAPS在改变现代电力系统模式 提供未来啊 长温长压超导基础电力系统的愿景方面的潜力啊 尽管呢 关于它的工业这个实施啊 还随在争议 但是呢 RTAPS对于电力传输啊 电网灵活性能源存储和可再生能源的整合方面的优势 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那这篇论文呢 还深入分析了相关的机遇和挑战啊 很长啊 这个是一个展望性的论文啊 包括基于RTAPS的潮流方法演变 安全性的重新定义 计算效率 成本影响 以及创新的市场交易形式 以及促进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力 好嘛 它这个可真是展望未来啊 你看就是有美好愿望的人啊 可能不止我一个 有很多的 那论文的第一部分呢 实际上是介绍了背景和动机啊 主要是LK99啊 最近一段来的这个背景啊 它引起的一些争议啊 内容有这几点 一个是呢 LK99啊 在长文长压下实现超导性 那它这个在电力系统有潜在的很大的应用 另外呢 就是太提出来了啊 就是RTAPS啊 就RTAPS啊 对于这个现在的电力这个行业啊 各方面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包括规划和运行啊 可高性 零和性等等啊 另外对电力市场 电力电子 系统安全和可持续性的都有影响 另外呢 它也提出了 就是室温室压啊 室温这个长压超导体呢 带来的新的挑战 就是你如何在现有的传统电网资产的这个情况下 转换到完全基于RTAPS的这个电力系统 如何处理安全问题和管理新的发电组合 那论文的最后一部分啊 实际上呢 就是总结了主要观点和展望啊 主要介绍了以下几点 比如预测LK99可能成为第一个有关啊 就是具有公开和可重复制造的这种长文 长压的超导体 另外呢 呃 他认为超导体的发展啊 在不久的将来对电力系统的规划和运行 市场和定价机制会产生深夜的影响 哎 那提出了电力系统啊 你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包括这个所谓潮流模型 规划和运作成本 系统安全重构 价格计算 利润分贝和市场机制 以适应即将到来的 基于RTAPS的电力系统时代 好嘛 听到我都热血沸腾了 这个 这篇论文呢 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呃 所以呢 你说 未来以来嘛 啊 他们认为 看来搞电力的 认为是这样的 那么看第二篇论文啊 第二篇论文呢 是 呃 俄罗斯的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呢 是一个 一个人住的啊 现在实际上单人发表论文的 还很少的 这是俄罗斯的一篇 关于理论研究 呃 RK99的一篇论文 他叫 那就是这种 呃 蝉铛的这种 千临三元的经济结构 他的是超结构的证据 作者叫 呃 斯里吉吉吉利维奇诺 啊 谢尔盖 V 克里 沃维奇夫 啊 这名字 比较咬口 呃 那 谢尔盖呢 是一位俄罗斯的 净体学家和矿物学家 他主要研究的是 经济结构 结构的复杂性和 矿物生态学 这些领域啊 那他不是超导专家 但是他对超导材料呢 是有一定了解的 呃 那么他摘要里边呢 主要介绍了这个 重新了解 就是所谓的这个 LK99 他的潜在机制 就是那个 呃 领域石嘛 他的经体结构 使用了 Murker和 Wenda Rchek 这个 制备的单晶 X射线的演示方法 呃 他摘要指出呢 这个 千灵灰石的经体结构啊 是相对于一个标准的 063 灵灰石结构类的 超结构 那这是一篇呢 关于 磷酸盐 千灵酸盐结构的论文啊 作者就是比较了 两种不同的结构类型 最后的结论呢 也比较长 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那最后呢 作者呢 只是报告了 这个 这种 千灵灰石的 晶体结构啊 以及呢 千灵酸盐的 这种晶体结构 以及呢导致空间群对称性 降低的原因 那当然 他们没有从晶体结构上 肯定或者否定 LK99的 室温超早的可能性 那只是提出了 之前呢 DFT 就是密度 泛含理论计算呢 可能忽略了 晶体结构的复杂性 建议呢 在进一步研究 这种材料的时候呢 要考虑这个因素 第三篇论文啊 是华中科技大学的论文 就是之前有视频 那个 五号啊 他们那个论文啊 那这个论文呢 也发了 那这个论文呢 它就是标题叫 论文标题叫呢 就是这个 掺同的这个磷酸盐 及复合材料中 异常电阻温度行为 及抗磁转变的观察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论文啊 那这个论文呢 是第三篇 这是论文的这个内容 那论文摘要里边 主要是介绍了 超早材料这个研究背景和现状 包括以下几点 比如说 超早材料在科学和工程领域 有重要应用 像磁共振呈现啊 高能粒子加速器啊 和能源传输 那木质目前已知的 长压超导材料的 最高临界温度 只有133K 远低于室温的300K 实际应用呢 仍然面临这个 比较低温的成本 在极高压的环境下 至少这个 150Gπ硫化氢 会发生超导相变 但是呢 它的临界值呢 也只有203K 而且高压成本呢 也限制了 它的实际应用 所以最近呢 李诗培 他们这些人呢 就是发了 LK99的这个论文 在长压下呢 具有水费点的 这个超导临界值 以及明显的抗磁转变 以及接近零的电阻 和明显的磁悬浮效应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 LK99的室温超导性 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实验确认 这是这个论文的intro部分 那最后结论里边呢 他也说了 结论呢 其实还是很简单的啊 结论呢 他们说 简而言之呢 我们获得的LK99的样品 就是他们实验做出来的样品呢 是火壳像 其中呢 半导体像呢 占主导地位 那整体耐温特性 表现出典型的半导体行为 但是在387K附近呢 发现了异常的电阻月变 这可能呢 来自于 就是说这个铜掺杂的 这个磷酸盐 或者是刘花亚铜 或者是铜20的杂质 那随着外加磁场增加呀 电阻月变 温度保持不变 抗磁月温度呢 列低于电阻月温度 为了确定这种材料的固有性质呢 需要呢 非常高纯度的 高质量的晶体 他们还应该注意啊 杂质可能带来的影响 特别是在电阻测试中啊 这是他们的论文的最后的一个结果 那看论文中啊 几乎没有提LK99 是否是史文超导 他们只是讲了 我们的实验样品和测试结果的分析 并没有像啊 这个中科院物理所呀那样啊 给LK兄弟亲自指明新的研究方向 而是给自己留了余地 聪明人啊 那第四篇论文 我们再看一下啊 第四篇论文呢 也是有双两个单位合注的 实际上是学生和老师啊 他论文的标题叫 同掺杂的这个磷酸炎 相关的电子结构 这也是一篇 理论研究的论文啊 他的作者呢 是南方科技大学和瑞典的福利堡大学 那我还查了一下 南方科技大学相关的这个 这个人员 他叫 岳长明啊 这位博士 博士后 我查了一下 他应该是 南方科技大学的博士 后来呢 到东京大学和瑞士的 瑞士是瑞典啊 福利堡大学 做博士后研究 和这个国际上多名的 理论物理学家都合作过 那这一次的 他和 Victor Christensen和 Philip Weiner 后边这两位呢 就是福利堡大学的这个 福利堡大学的教授 物理学教授 他们这两位教授呢 都是研究凝聚台物理的 特别是 强关联电子系统的 动态平均场理论和GW方法 这是一篇合著的论文 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 讲了什么啊 那这篇论文呢 就讲了这个 同拆达的这个千林三元 他的电子结构啊 这种材料呢 被称为LK99 那 这是在引言部分啊 有报道显示呢 他具有室温的超导性 作者呢 通过对同掺杂的结构呢 进行优化 得到了一个四代的低能模型 其中两个代是同的DXZ和DYZ轨道 另外两个代呢 是仰的PX和PY轨道 然后呢 他们将这个模型进一步简化为 一个两代的同DXZ和YZ模型 使用呢 从低性的原理计算 得到相互作用参数 他们采用了这个动态平均长理论 来确定正常态下的关联电子结构 他们发现呢 在X等一的时候呢 系统是一个模特巨岩体 在掺杂后呢 系统是一个强关联的非费米液体金属 他们还指出呢 相互作用与带宽比UW非常大 那么 并且在相关的填充区域内表现出 局域磁具和顺磁性 这与抗磁性和高温超导性很难协调 因此他们认为啊 这种行为应该来自于 不同化学剂量比的成分 就配方 最后论文的结论啊 也很长 这个看的确实比较 比较挠头 论文的结论呢 是作者对于同掺杂的 这个磷酸钳啊 它的关联电子结构 进行了动态平均长理论计算 发现在同掺杂的位置上呢 系统是一个具有很大能系的 模特巨岩体 而不是一个超导体 他们认为啊 这与实验报道的高温超导秀 和抗磁性不一致 除非呢 系统有其他的这个称杂 或者化学计量比 他们还指出呢 他们的模型是在极端 关联极限下的 而高温超导一般出现在 中等关联程度下 对他们的模型呢 也不能解释实验观察到的 局部自旋 二分之一的词句 所以他们建议呢 在四代模型中呢 根据不同的双重技术项的选择 可能会得到一个小能锡的电荷 转移的这个绝缘体解 这与另一篇文献的结果一致 但是他们的模型呢 和LK 他们这个报道中的那个 比较神奇的超导现象呢 无法协调 所以这就是今天的四篇论文 读完这个比较枯燥的论文啊 咱们再看点有意思的啊 在看到了 B站上啊 有一位大神 这位大神呢 不是自己在手挫这个LK99 而是向大家演示 如何手挫LK99 这是牛人 那么他的视频呢 录得非常好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4K60帧 HDR的 所以这个 看这位也很有part 这位大神 这是他B站的一个讲解 如何手挫LK99 有机会 先能搓的呀 大家赶紧搓吧 再不搓的话 没准以后 你在家里边 合成LK99呢 要实行备案制 是不是啊 像APP开发一样 实行备案制 开个玩笑啊 这是B站上的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视频 那当然更有意思的 是我们要看一看 印度啊 那么我讲讲 我最佩服的 这个印度实验室 他们 得他分不认 是 印度可以说是复现模范 真的是模范 他印度这个团队 就印度国家实验室 Avana这个团队 是不屈不挠 屡败屡战 那最终呢 这算胜出了吗 那毕竟是人家实现了这种 半悬浮 或者是这个 这算磁弄定孔吗 他们好像是和这个李诗培啊 就LK里边的L呢 进行了邮件的交流 这个邮件呢 好像按照照片上看 还可以倒选 所以这应该说是进步很大 很接近于韩国团队的那个大小了 这个不小啊 这个做的还挺大的 所以呢 可能Avana这个团队啊 是唯一的一个和李诗培 他们进行比较明确的这个沟通和交流 这么个团队 不管怎么说 他人家做出来了 他们动手是最早的 7月29号 他们就连续第一块样品 然后呢 他这个结论不是超导 然后呢 后来他觉得就不对啊 他们说是就联系上了李诗培 然后李诗培那个邮件告诉他们 是意味超导结构 纯度很重要 按我的配方 你再来一次 那第二天呢 他们7月31号又练出了一块样品 他几乎是马不停蹄啊 那不是说一天能开炉子 是吧 那太阳老军练单也得一周开几次 是吧 那他们就说意味结构也不是关键 然后就直接当时7月31号就发了一篇论文 叫LK99是顺次性举言体 又过了两天又开了一炉 简直是比太阳老军练单炉还要勤快 8月2号呢 他们又过了两天 又说要开第三炉 魔改配方 用这个新代地铜 接着呢 几乎是每个两天 8月3号 8月5号 8月7号都开炉 8月7号呢 还有发表论文 是LK99在识问条件下不具备超导性 8月9号又发了论文 今天呢 可能又发了推特 又发了视频 你说 哎呀 太让人这个佩服了 是吧 所以呢 你看看 这个事呢 就是比较有意思 是吧 印度的国家实验室 和咱们中科院武力所啊 对于LK99的这个态度 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印度啊 他就像一个被辅导的差学生 不停的呢 不停的复习 最终呢 做出一个和教科书答案一样的东西 中科院呢 根本就像个学霸 哎 可兄弟 你是不是不成啊 你 你这可能是忘了啥吧 别搞了 别搞了 你这个根本就是错了啊 所以呢 你看看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不管你是支持还是反对 只要你坚持不懈 总能在Archive上发一篇论文 宣泄一下 是吧 好的 今天讲了四篇论文 最后呢 又讲了印度的这个不缺不脑的结果 嗓子冒烟了 感谢大家的关注点赞 评论和转发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